中方军舰在两方仅相距三公里的情况下 已配备了火力控制系统的火控雷达 瞄准日方船舰 而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五天后 才召开紧急记者会通报相关情况 两方举动如何解读 下面请看稍早之前林兰与文昭的讨论 文昭你好 林兰你好 日方表示说不理解中共军方此举的意图 但是日方也没有在事发后就立即通报这种异常的事态 那么对于中日两方的举动你有什么解读 雷达照射事件过程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 背后应该是有故事的 首先是中方军舰用雷达照射日舰这个行动本身 动机费解 两舰相距仅三公里 在这么短的距离下 双方都是没有足够时间做出反应的 如果发生交火 用这个雷达去照射对方意味着攻击处于这个待发状态 那在这么近的距离下对方很可能在紧张压力下 抢先发动攻击 所以相当于前者把自己也置于险境之下 除非他自己把命豁出去不要了 就是逼着对方先开火 再有就是这个事情是1月30号发生的 日方在2月5号才召开紧急记者会公布 这中间是经历了美国新国务卿的就任 以及2月2号到2月3号之间发生的 就是中国有一艘渔船在日本经济水域被扣留 而后又被释放这件事 在最新的这个渔船事件上 双方都没有炒作 也就是说不想进一步刺激这个民间的情绪 这也就使得雷达照射事件 这个过程就更多了一份困惑 那我的推测是这个雷达照射事件发生以后 日方首先想的是低调沟通 不是声张 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而且中共驻日本大使也拒绝了 不再向相关水域派遣军舰的这个一个要求 所以日方在没办法准确判断对方意图 以及被激怒的情况下 把这个事件曝光出来 相当于把球踢回给这个中共方面 在压力下等待它做出解释 如果中共单方面把军事挑衅升级 又不做出解释的话 在外交上会比较被动 这个事情对美国也会有影响 好的 谢谢文章的分析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